壁爪就說 我勸你束手就擒 家族自然會令你明明白白的 如果這樣才知道 我寧願不知道 雲長空冷冰冰一笑 手裡的戰鬥很突厄地 對著暗淡了不少的防禦陣營 再一次劈出一道刺眼的光芒 第312集 隨著這一次刀亡的落下 暂時刀亡和真偉形陣營的白色能量碰撞在一起 能量翻滾之間 原本暗淡的深白色能量 被震盪到向四周八方捲直而出 就好像平靜的湖泊 被天外的隕石突餐一樣 驚起了驚濤賴龍 被轟開的白色能量形成涟漪 四周狂散 隨即又有一道巨響出現 雲長空第二次巨大的刀亡順勢劈下 可憐的白色殘餘能量僅僅阻擋了騙客 就好像一張爛紙被人撕開幾份 散到周圍都是笑實於空中 覺得最後一絲防禦被人破開了 楊建宇一吐 隨即面色劇片大哭一聲 你和我停手啊 他殺一聲轉身 雙手舞動 周圍土屬性的元氣急速纏擾 最後凝聚成一道熊鷹一樣的能量體 就在楊建宇准备攻擊雲長空的時候 在他背後一把冰冷的聲音響起 你那麼喜歡故人地的 不理一下自己的 南宮雲目光冰冷 看著透明血紅眼的楊建宇 雙劍旋動 可怕的劍氣向他直撇而下 看著兩道可怕的劍氣 楊建宇伸形一陣 還哪有時間理會雲長空啊 即刻另轉頭 將能量型態熊鷹推向南宮雲 熊鷹和兩道劍氣就在無數人驚嚇的目光之中相撞 隨著雷鳴一樣的爆炸升起 可怕的能量連儀再次出現 又是蒼黃出手 被人狠狠打壓 楊建宇身體急速後退 臉色略顯蒼白 這樣連番的攻擊 即使自己施添了臂法 不怕痛不怕累 但是似乎聲酸越來越少 他怎麼想一想不到 這兩個年輕人 竟然有這麼強悍的攻擊力 見到楊建宇被轟開 周圍的陣營亦都破開了 雲長空毫不猶豫大聲一叫 南宮雲閃落 聽到雲長空的叫聲 南宮雲略為慈耳 隨即一咬牙 雙腳淡地 身形暴衝而起 隨即就對著楊建宇殺過去了 雙劍之上 金色元氣急速前妖 南宮雲迅速接近後退中的楊建宇 此時此刻的楊建宇 被先前自己的攻擊震傷了體內元氣 有些接上不接到下 一時之間竟然沒有多少反應 而且他血紅的雙眼 慢慢失去了那種暴衣之氣 氣息即刻折不少 至少在南宮雲看起來 施展避法之後的楊建宇似乎到了極限 攜帶著厲害的劍氣 直接刺向楊建宇的心臟 面對著必殺的一擊 楊建宇依然動都不動 然而就在兩柄劍即將要刺入楊建宇身上的時候 楊建宇眼睛煞聲滑到軟一軟 顏色依然是血紅殘暴 氣息再次變強 手掌直接拿著南宮雲那頂闊劍 身體血力一側 南宮雲的細劍直接動穿了楊建宇的胸口 只是隨著楊建宇的偏移 利遲串遲並非在左心臟的地方 而是去了右肺 就在南宮雲將楊建宇穿刺之時 雲長空的聲音突然間在他耳邊響起 小心 這把聲剛剛響起 南宮雲面色一變 現在的楊建宇另外一隻手掌已經化為抓印 對著自己的鏡子抓過來 這麼近距離這麼快的速度 即使是南宮雲都沒辦法閃 就在南宮雲這次閃不及的時候 背後傳了一陣巨力 腳影從一側掃過來直接把南宮雲踢飛 南宮雲飛開露出了前例急救的雲長空 面對著突如其來的變化 楊建宇目光一狠 絕你都一樣 爪印夾閘著音爆聲繼續向他抓過來 龐大的壓迫勁氣 直接導致爪印周圍空間出現一條一條的漣漪 被中式元氣能量包裹的利爪 在雲長空緊縮的瞳孔之中 幾乎好像一道風雷閃電一樣 一夜就哼在雲長空的腹部 腹部的巨力傳來 雲長空面積瞬間蒼白 一口鮮血忍著狂噴而出 藉著這一個巨大的推力 他的身形也急速後退 一爪將雲長空擊飛 楊建宇眉頭一走 他的弓法是一套爪形的弓法 凡是被他爪形弓法哼親要害 不死以反三十月肺 剛剛這麼近距離也抓中腹部 應該會將對手的搶啊肺啊 全部拔出來的 但是楊建宇分明感受到 自己沒辦法抓穿這傢伙的肚子 撒那之間他明白過來了 然後毫不猶豫衝向雲長空 他清楚眼前這兩個年輕人有多可怕 以他們的年齡所具備的恐怖潛力 如果放他們回去 日後必然後患無窮 況且 今天他已經近乎到了登盡游呼的地步 就算不死 修為也一落千丈 不知何時才可以恢復過禮 這樣的仇 怎可以就這樣放飲啊 耳邊風聲呼嘯 雲長空抹去嘴角的血跡 眼神冰冷看著衝過來的楊建宇 手掌翻動 一件淡灰色的軟甲就出現在手裡 只是此時此刻軟甲之上 竟然有著五條深深的子人 同時他的腹部也是被子印所殞含的勁氣重傷 幾乎在楊建宇衝向雲長空的瞬間 雲長空身形一扭 強行將身形止住 同時 左手元氣瘋狂湧動 最後 形成一股 逐逐有一米長的能量凌結 李照正是震山掌 以雲長空現在的實力 凌階高級鬥技凌結只是瞬間之時 當下掌印毫不猶豫向前一揮 面對雲長空突如其內的一擊 完全淪為強老之物的楊建宇 面色僧靈毫不退縮 一抓就抓過來 掌抓交擊 最後兩個人同時後退 以楊建宇的實力 最後只是淪落到和雲長空平分秋色 可見他的狀態之偉微 已經到達了何等地步 幾乎在同時 雲長空一掌震飛楊建宇 被雲長空救低的南公雲再次撲向前 一劍毫不留情刺向猴子的胸口 而這一次楊建宇再也沒有反應抵抗的機會 就在南公雲勢劍穿透心臟的瞬間 眼睛難以置信 抹到軟一軟 慘叫聲都未發得出一聲 生機就迅速消失而去 見到南公雲張雷龍建宇殺死 雲長空大叫一聲走 兩個人毫不猶豫衝出破開的包圍圈 好像流星一樣消失在 望不見盡頭的密謀山林之中 雲長空一路走一路大聲就說了 我天翼同你們無冤無仇 歐陽世家沒有欺人太甚 不然我會令你們後悔的 他走了 那一把聲依然徘徊在亂石堆的上空 笑聲之中所吻含的殺意 令到一些歐陽世家子弟寒衣大成 楊建宇、鄭之城兩個人生死 一個一個面大驚惶 誰都不敢去追 都不知誰叫了一聲 快點回報這件事給搶路聽 雜時之間 幾十個歐陽世家的精英子弟 向著一個方向迅速離去 第三百一十三集 望望不霖 一眼望過去 是看不見盡頭的青色 偶爾一陣微風吹過 玉玉沖沖沖的林海之上 好像有一道一道巨大的陸浪 柔軟而近 擴散開來 最後消失在視線的盡頭 看上去頗為壯觀 在山林的某一處 壓抑著痛感的雲長空和南宮雲 身形極為迅速向前穿梭 到了後來 前面的雲長空 一屎乏就躲在地上 才鬆一口起 他蹦著一棵樹 額頭上面的冷汗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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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雲長空左望右望 歇了一輪 才開口玩 唉 逆得那麼遠 你奶奶 應該安全的 南宮雲也抹著冷汗 一醒醒醒 剛剛雲長空救自己過一下 啊 感動之餘 心有如貴 大哥 剛剛真是險 如果不是你撐開我 估計我條命仔是凍過水了 不過那條人的爪 爪到你的肚子 你有沒有事啊 如果不是雲長空身上哪有軟甲 雲長空一早去買鹹鴨蛋 雲長空掂起咀唇起泡鴨蛋 說了 你說呢 有沒有事 要你衝出包圍圈走就走 殺那條人做啦 区区一個固化三品 唉 歐陽世家大吧 沒那麼大風險殺他一個 真是不划 那我見到他眼睛恢復常態嘛 那些氣息又倒下來了 死下死下就想着顺手解决 怎知道那个人这么阴毒 竟然假装 喂喂喂 阿云云 听说你有完整的天界撕杀记忆 唉 幸好有一件软甲 不过一件软甲讲时讲 质量差点 被强烈的攻击攻击完之后 那些劲气依然可以伤到我 说几日劲我真可憐 云长空暑黑的宗旨 在南光云面前怼来怼去 最后掩着那一套呆呆声叫 南光云知道他假装 但受伤肯定有 他呆呆呆笑着就说 唉 这次真是太危险了 幸好出来的时候 带了金珠天司 我们把龙皮软甲整好 到时候看谁敢打我们 龙皮软甲穿多无敌 最多就被人骗多几刀 挨多几锤 遇到去单旗的高手 将我们擒住了 要抹皮要脱骨 要劏要杀 便会随他的尊便 唉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和欧阳世家对抗 想起来真的不值 为什么我们这么小心 欧阳世家 都还是知道我们在哪里 南光云也皱着眉头 是啊 我也觉得很奇怪 唉 算了 反正我们已经来到这里了 这么大的魔兽山林 他欧阳世家想找到我们 估计都没那么容易 那些药材 人猫大概知道 在什么地方生长 要采集应该很快 整好了 我们就回去 到时候看看欧阳世家 可以耐得我们什么 哼 唉 希望是这样 不过我们的实力提升 才是黄岛 唉 一踏出门口 就撞正板 真可憐 云长空一路哀声叹气 但是拳头就慢慢收紧 他向起头 视线透过树叶连接的地方 望着蔚南的天空 一直以来 云长空对力量的渴望 都极为强烈 不管是想尽快将自己的神人灵魂 全部释放 恢复所有记忆 还是守住自己的尊严 每一个人想在这个世界上面 活得有尊严 就要奋斗 就要抗争 就要面对各种危险 不如现在 如果欧阳世家 派大量的高手前来首杀 一旦遇到任何一个 看起身是弱鸡的 或者就算是撑下去 但是大队人马 立即闻风而知 他云长空 或者真是要死无葬生之地 他们休息了一段 算是休息了 云长空扶着树 站起身开口再玩 别管他 先养好伤 再去找人猫和林肯 那次我们两个想得不轻 南光云笑着 目光到处掃来掃去 嗯 好 等人猫好好搜查他的药材 我们去不去 其实关系都不大 于是他们两个就开始找 适合修炼和休养的地方 在魔兽山林想找静修的地方 认真不易 一个不小心就直接撞入 某只魔兽的脑炒 云长空他们 走过一个又一个山头 在赶路的途中 云长空觉得 他胸口位置的元气汇聚之地 一直在不断吸收 圣景魔兽五爪金龙内丹力量 原本仅有山敌与敌壮的元气 加上开始震震震震震震 隐隐约有突破的迹象 对这种情况 云长空首先是一呕 随即就露出惊喜的笑容 这种在这个场面之下 为数不多的好消息 在这里随时都面临着 四周围杀的情况下 实力提升一分 保命的机会自然增加一分 云长空叫停南宫 阿三 我要突破了 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了 听闻南宫云都很开心 正合我意阿大 我现在都想突破了 我们两个就是刚刚好 真的吗 太好了 我们几兄弟 一个一个都是神人灵魂 欧阳世家张家这些人 真是踢张大板 现在我们惹不起 到时候我们反超他们 就有牌他们手 就是 我们在神界还有大仇等着报 这些人家家族小势力 竟然在亚文亚母 阻三阻四 哼 就等他成为我们强大的试炼石了 他们讲远 各自向前飙 大家化着一道黑影 一起 入到忧心心的森林之中 两个人找呀找 最终找到一处 颇为抖潮的山峰 在山腰之上有一个洞斧 云长空面带惊喜 看着山洞 这种极为抖潮的山峰 本身就很少魔兽出没 而山洞一般是天然形成 而不是魔兽打作的 这个地方真是一个绝妙的静修之地 既安静 又应该没有魔兽出没 南公允很谨慎 他第一个走上去 开口就说 阿大呀 等我先看看 这个山洞看上去 危险 但是魔兽山墨危险绝伦 处处都是危机 不小心一点 怎么死都不知道 南公允进去大概一分钟之后 就出回来了 没事 里面很凶旷 而且没有声臭味 没有魔兽的忠识 云长空好惊喜 大步就走入山洞 不废话 刚刚进到里面 两个人就分开盘室而坐 检查自己的伤势 将强行压住的伤势彻底放开 ya 沙石之间 云长空后 Rams湧上一抹仓白 瓷瓷瓷瓷插声 有电池他咬出来 他心想 哇,厘魂真是伤,才像压了这么丢丢的时间 看来就已经倒海翻缸 那个杨建宇最后一爪实在太可怕了 如果不是有软甲在,恐怕自己真是被他一爪变成两缺 现在只是被爪影的净气伤到,内伤都认真不轻 第314集 将伤势稳定下来之后,云长空才长长输一袋起 杀膳之间,肆杀逃亡的大半日疲惫 从全身角处的肌肉慢慢释放出来 这种疲惫竟然令到他眼皮有点重 但他知道,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 他强忍着想沉睡过去的冲动 拼命地捏着自己的大腿 杀时间整个人都醒了 他苦笑一声,立刻盘腿坐上去 双手在身前做出了结印修炼的结印 眼眸慢慢眉起身 原本有些急速的呼吸也逐渐平稳 安静调息了差不多两三个钟 紧闭眼耳的云长空才略略睁着眉毛 慢慢眉开眼 经过三小时的调整 本身苍白的面孔多了些少红 因为撕杀过于激烈造成的元气空虚感 也都开始得到很好的补充 这种状态,云长空觉得自己到了突破的边缘 从突破羽化一闻到现在 虽然过了去半个月 但是这段时间自己日日修炼 并且是近乎极限的残酷修炼 加之圣景魔兽五走金龙的魔兽内丹 不是什么沉上之物 在战顶压压吸收的情况之下 实力提升速度 比之前吸收天地灵宝差不多多 所以现在生死撕杀的刺激突破之下 极为顺理成章 就晋升一级 云长空心想 既然要突破 所以他的力量就不是一个小数字 这次我就不会再在乎你了 一定要拙干你 他手掌一翻 那颗强大的五走金龙内丹 就出现在他手掌里面 以前他吸收这颗内丹 都是有折制的 故意压低一点速度 吸少一点点 因为云长空太了解元气虚伏的尴尬 但是现在要突破了 这样就可以放开了 等战顶吸个宝 一想到这里 云长空即刻就将五走金龙内丹 放在胸口的位置 这里不是自己的力量汇聚之地 但是是战顶的存在之地 是自己神人灵魂停留的地方 随着五走金龙内丹贴在胸口 云长空看来的战顶似乎有所察觉 即刻发出淡淡的 极为远古厚重的光芒 将内丹彻底包裹 在包裹的一瞬间 五走金龙内丹的庞大能量 好像巨龙吸水那样 被战顶噓一声吸了进去 庞大的能量从内丹流经云长空体内 最后就进入到战顶 庞大的能量仅仅是经过云长空心口的跌跌位置 都令云长空觉得一种要被庞大能量赚爆的错觉 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能量都被战顶吸收了进去 再都出不了来 而剩下的百分之一都不到的能量 在战顶之中被吸收之后又套出来 只是这一次套出来 不是云长空没办法吸收的金属性能量 而是他正在修炼的水属性元起 能量属性转化 对于战顶这个能力云长空不陌生 也是因为这样 加之战顶 吸收至纯正能量的时候 不会被半分杂质影响 云长空才可以吸收金木水火土五属性的魔兽内丹 庞大的水属性元起 随着流入云长空的体内 杀时间令到云长空整个人精神一振 庞大的能量 令到云长空慢慢慢慢恢复 也都慢慢慢慢赚爆 以至于每转一圈 云长空的嘴角开始抽搐 盛径魔兽五爪金龙的内丹 即使是百分之一不到的力量 都不是他一个小小的羽化一品小母者可以想象 不过这些水属性的能量流 令到云长空受到些小痛楚 但是效果都很显著 随着一丝丝能量在精脈中流转 最后进入到身体的各个地方 云长空可以清晰感觉到 他身体各种的力量都在提升 体内的所有骨落 精脈 血肉 此时此刻都极为贪婪地 吸收着这些庞大而纯正的力量 在吸收之后 云长空清晰感觉到 经过一场大战 而略有损伤的骨落肌肉细胞等等 正快速对着巅峰状态收服着 感受着逐渐充盈的元气 云长空心里面也松一口气 他再次尋下心神 倾尽全力控制住那些 满意体内的能量 将它们收拢在一起 最后汇聚成一股空寒的能量流 在体内完成一道循环之后 源源不断 对着深口位置的三滴水滴元气 灌注入去 对于这些连绵不绝灌注的能量 三滴与敌状的元气 又如无底洞一样 便得来者不拐 在无优子的吸收之下 三滴水滴状的能量不断变大 就在某一刻 在三滴与敌不断吸收能量的一刹间 竟蹦一声 在云长空的老海边 似乎一声惊雷炸响 甚至连修炼状态都把蝉住 洪涌能量源源不断灌注三滴与敌能量之内 其中一滴 在接收了这股庞大能量之后 体积增大到极限 直接一分为二变成两滴雨滴 随着一分为二的雨滴状能量 云长空敏感的感觉到 自己的实力得到一次巨大的飞跃 而这次飞跃依然在不断进行 一方面 另外两颗大的雨滴状能量依然不断壮大 而刚刚一分为二变世了很多的雨滴 也都以更快的速度壮大 而提供源源不断吸收能量的圣景魔兽来丹 即是庞大能量有一种取之不揭 用之不尽的感觉 根本不用担心能量不足 在云长空身边 蓝光云望着面色 突然间变得如玉般光泽的云长空 有点惊惊惊惊惊 以他的实力 自然感觉到云长空节节攀升的气息 他惊惊惊的是 云长空 为什么可以一直提升自己的力量呢 原本以云长空现在的实力 想要升一个等级 就算是正常修炼 恐怕都要三个月时间 而且算是快的情况 不过自从入了张家拍卖厂之后 三番四次突破极限的战斗 期间几次落入绝境 云长空所得到的好处 是难以估量的 战斗始终都是提升实力的最佳捷径 这段时间云长空所经历的极限战斗 几乎都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舞具 叫住出来的 现在这个庞大的圣景魔兽内丹 就好像水一样灌注其中 水到渠成 简直是一次完美的实力进升 南弓运在那里 折折折声感叹 突然有一道轻人 自云长空体内传出 轻人的声音回荡在山洞之中 李慈南弓运都保持不到冷静 他看着急速攀升实力的云长空 过了半周 才好紧张地输了一口气 笑着暗暗沉沉就说了 大哥不愧是大哥 有个战顶真的不同些 这样下去 恐怕有时再次重现 我们几个兄弟联手 都不及他大哥一个人打的局面 感觉到云长空实力不断提升之后 南弓运自然极为高兴 他再次冷静 盘室进入修炼状态 第一次他在那里疗伤 在龙珠的改造之下 无论是云长空还是他 虽然受到伤害极重 但是恢复起身都快得令人惊奇 第二次南弓运也都在那里修炼 作为一个神人灵魂拥有者 又极为克服坚韧 连回撕杀之后 南弓运的突破 也都不是什么意外之事 第315集 在山洞之内 连续两粒水滴状的能量 一分为二之后 云长空实力提升的势头 丝毫未敢 一直向前冲 等到第3粒水滴能量 也都一分为二的时候 利古势头才慢慢停下 云长空本身的气息 也都逐渐平稳 整个人开始彻底消化 突然间膨胀的能量 一共6滴与敌状的能量 体积比之前那3粒小了不少 但是他们的整体力量就比前者多了成缺 而且去到6滴之后 日后想提升实力吸收元气 就会变得极为简单 当然了 勇气大了 到了这一步 战顶对于圣景魔兽耐灯的能量吸收 依然继续 但是云长空有意识强迫阻止 如今的云长空 击贵开求力量 但是在力量面前 同样可以把持本心 不探不娇 知足而退 虽然说这一次修炼 自己可以借势直接冲击更高的地步 但是修炼始终不是一束而就的事 在经历龙珠这么多事情之后 自己虚浮元气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这一次再出现虚浮之状 将会成为他下次晋升时期的最大阻碍 一个体内虚浮力量分配不到位的人 始终都不如一个 体内宁实力量拿捏到位的人 对于这一点云长空很清楚 因为自己已经不是一次 要为元气虚浮而强行放慢修炼速度 认真想下 慢慢来的好处 反而就好过硬来 幸好自己每次都有意识强迫阻止 才可以控制在承受范围之内 所以他不可能会在这一刻 毁了自己最引以为傲的修炼速度 和月级施杀能力 两者之间 谁轻谁重 自然就无需多变 云长空盆室坐在干净的石面上面 面色由一块温润的玉 散发着淡淡的蚝光 过了半天 蚝光慢慢退去 他抹开眼 一楼精亡闪过 整个人被人的感觉是满然一心 前腰在云长空身体表面的鸿运气势 也慢慢收敛 最后完全消失 云长空长长地酸了一口气 烂烂地扭扭颈 听到清脆的骨头响动 感受到体内好像河流一样澎湃的元气 面上忍不住浮现一抹恩喜 他腰间微微用力 人就弹了起身 掌印突然间揮出 傅少的风声颇为凌厉 早一步脱离了修炼状态的蓝弓云 见到云长空在跳跳扎 很开心就说了 大佬 我看你现在应该有语化异品中层 或者是巅峰了 真是厉害 突破一个等级 还可以再吸收那么多能量 嗯 你就猜错了 我刚刚才到语化异品 只是初级水平 我就确定停止了 云长空慢慢收掌 笑得很灿烂 虽然只是突破一品 但是整个人看起身就完全不一样 蓝弓云 拔大嘴得个孔 不是吧 你说笑的吧 你给我的感觉 不像刚刚突破 你语化一品的时候是三滴元气 现在几滴了 六滴了 云长空答得理所当然 他看来 他看来原先三滴能量在不断变大 三滴翻一倍变六滴 好理所当然 蓝弓云一听 真是睁大眼都不知道怎么说话 你 你说六滴 不怪你给我的感觉变强这么多了 足足多了一倍 啊 好出奇啊 对于语化境界的事 云长空自然不如现在应去到语化四品的蓝弓云知道这么多了 尤其是后者拥有完整的记忆 对于各种境界都尿如指掌 蓝弓云的表情好夸张啊 何止出奇啊 简直离谱啊 语化修炼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叫做减一原则 即是每次突破 体内的语滴状元气 增加的数量 是原来数量减一 这个常识来的 拿我和临行作比喻 在修炼圣佳攻法 和刚刚突破的时候 我们就拥有五滴状的元气了 到了语化二品就拥有九滴 即是增加了一倍 但是少一个 语化三品就是十七滴 如此类推 尋常的人语化一品只得过一滴 语化二品两滴就没错了 到了三品啊 只是增加到三滴 四品就是五滴 几乎每次增加一倍就会少一滴 所以你语化一品应该是三滴能量 这个时候是五滴才对 不是六滴啊 哇 那你说到三滴五滴 哎呀 我的额头的汗就一滴一滴 南弓运就说到一套一套 混状空就翻白眼 不过他不是蠢仔来的 不多不少都听得明白了 自己质力的提升 似乎比一般正常人诡异了 对于他来说 这个是好消息 诡异就诡异了 南弓运继续就说了 我在想啊 如果你到了语化三品的时候 不是增加一倍减一的十一滴 而是整整增加一倍就变了十二滴 日后突破 还是增加整整一倍 这样慢慢积累下来 你不是比我们神人灵魂的修炼者 还要势力吗 南弓运一路数着手指一路在惊叹 他可以月级施杀这么多 有很大原因 其中一个就是体内的力量很庞大 语化四品就拥有三十二滴能量 是正常语化七品八品的地步 虽然云长空最初基础就没有他高 但是每次增加的数量比例高 这样下去迟早超过他们 其实都是战顶吸收能量 我只不过在边边喝口汤 吸收都不够百分一 所以原因肯定就出现在战顶之上 不过你敢说 我就认真期待 云长空一边笑一边说 他现在的语化二品实力 和南弓运语化四品差距不大 不如林肯 现在都是语化二品 更加和自己一样的收尾 想来木彩岭也都差不多水准 但是他们彼此之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同样的级别 神人灵魂拥有者 越吸施杀的能力远远强过他 因此实际战力是差不少 如果可以自己在能量上面 超越神人灵魂的拥有者 到时候打起身都有些渣男未必输的 云长空现在的第一目标 就是木彩岭 而且超越他 这个是男人在感情上的智权 南弓运一直在感叹 战顶呀战顶 你到底有多少秘密我们不知道的呢 这个是一个巨宝 也是将家族毁于一旦的元空 其他人知道战顶在我们手里 就会过来抢的了 现在我们收收暗暗 就因为我们不够强了 没有令他们精卫的能力 弱欲强食 一直都是如此 不管是神阶还是人阶 这个是硬道理 好了 说这些太长远 我们顾及自己现在先 这些东西船都桥头自然直 南弓运也点点头 今晚来这里休息 明天追隆鹏和淫猫他们 经过几次生死之战 我想我差不多掌握源土之格 现在就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 雲长空伸了身懒腰 觉得天色已经开始硬 太阳完全下来了 于是他们就在山洞里屈宿一晚 明天继续 明天继续了 第三百一十六集 随着时间的漫漫流逝 遥远的天边 有一抹阳光 洒向大地 沉寂一夜的魔兽山脈 纵与并发生机 无数巨型的鸟兽齐声长鸣 声音在森林里久久不散 在一座山崖边 一处极为不显眼的山洞之中 雲长空半休息半修炼地合起来 突然间 杀一夜 站起身 见到雲长空有动静 南弓运少少就玩了 大佬啊 你现在的感知力 跟我差不几了 我也都是刚刚觉得有些点东西 现在的雲长空 觉得前面有不少武者的气息 不过因为还有一些距离 所以只可以感受到 一些较为实力弱点的武者 那些高手不多不少有些实力内廉 所以就感觉不到 但是肯定穿插了不少人 这种简单的逻辑 几乎就不用想了 雲长空 感觉到若有若无的气息 拗了头 贵整啊 真是 我们两个冲出来的时候 一早卖掉了他们了 为什么还会跟不上呢 这些人也很奇怪 似乎只知道他们的大概位置 在那一寸一寸地皮地在手杀 如果不是不清晰 一早就直接扑起来 南宫运也都眉头紧袖 嗯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们好像一路下来都很小心 没什么蛛丝马迹留下啊 马那声抽齐恩贸所要的药材 将龙皮软甲逢好就回张家了 只要一回到张家 算是安全了 四大家族 即使是强于欧阳世家 也都不敢轻易对其他家族正面开战 云长空脚掌轻点地面 直接离开山洞 身发施展之下 同南宫运一切 超无声息 向着魔兽山临的深处冲过去 一眨眼就消失在重重的树叶遮掩之下 在云长空两个人消失不久 山间对面的树林突然间一阵房洞 杀石之间杀杀杀标出十几道人影 手里面拿着长剑 几十道目光 更加在每一处角落里面掃射 其中有个带头的男子 冷冰冰地说 记住啊 每一处灌木虫都给我看死他 去到哪里爬山 每一处山腰 每一个山洞 都给我守一次 记住 他就在这附近什么位置 只要一发现到他 不要打 直接发出享受 听到声 我们就最买例了 听到那个男子的命令 十几个人 嘘地叫了一声 纷纷散开 只是留下一个白衣女子 停停而立 看到十几个人忘录 那个白衣女子 只是哼了一声 开口就说了 现在就差 没挖地三尺了 找了这么久 一条毛都找不到 那一个女人 将来到的地方等守株待兔 自然容易撞到 我们就是一寸一寸地找 在追寻的途中 那个天翼有可能不断逃寸 即使知道他的大概位置 也不要找 既然他这么神 为什么不亲自来 引大军直接去围报 躲在家族里头阴脚梁 从那里传消息过来 最快都要时间 这段时间都足够他们走很远 怎么找 他好像在突破的关键时期 不过你放心 我估计很快会亲身过来 因为他修炼速度 还有突破的速度 已经令到家族所有 好 这一切都在家族 来 走在家族 都可以 扶在家族 走在家族 走在家族 出带 都可以 刚才 走在家族 我们前面 都在家族 都可以 走在家族 都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